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日服上的这个字我们怎么去除 好短短的日服上呢 有这种字啊,很多人都比较反感 日服是新的 但是有这个字就特别的不好看 我们穿出去呢 感觉很尴尬 那很多人都是选择用指甲直接扣 或者说有人直接放到开水里面呢 烫一下 用高温把这个字去除 但是啊,效果都不怎么好 还有的人呢,直接用刀子来这样扣 或者说呢,用剪刀来这样扣 这样啊,只会把这个日服呢,破坏 而这个字呢,没有被去除 怎么办 今天我来教给大家这个特别简单啊 而且又方便的方法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方法 就能快速的把这个字去除 而且日服呢,还不被破坏 只是啊,把这个字轻轻送送的就去除了 那我们家俩都有这种分油金 这个分油金啊,我们记在这个字上呢 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呢,留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分油金呢,价格也不贵 一两块钱 随便我们在哪个要件的都能买得到 那现在我们放到这个字上 把分油金都涂在这个上面 大家看 我们想要去除哪部分 就在哪部分上 把这个分油金呢,这样涂抹 好了 现在我把这个旺子去除 另一个旺子呢 我们先不要去除 我们在去除的部分呢 涂上分油金 等待着这段时间 那现在啊,我们呢 就要来试一下 大家看 现在发白了 大家看 明显的发白了 大家看 我们现在去除 就能去除 大家看一下 很快就能去除了 大家看 日半已经除除了 那还是另一半 我们直接这样除 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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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出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好 大家来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字基本上被剧除了 再生了一丁年 我们再坚持就会 这个境内立马剧除了 大家看一下 去除了 一个网子已经去除了 还剩另一个网子 怎么样 而且还没有印痕 大家看 小视的看一下 怎么样 这个方法特别的管运 我们只需要运这个分油精 就能快速的去除 日附上的这种字样 如果大家对这个字特别反感 开始运这种方法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